比赛开场后,双方会有攻守,整场作战的深毒在第十六分钟发与打击,队长聪明出现拉伤无法坚持,东窗从泰达转会加盟球队的恒大,就将女人替鼓登场。 第三十八分钟,客场作战的华夏幸福,涉心打破僵局,卡埃比左路突入境区,破掉王大人后,经济零地角产射破门,上半场升停鼓势阶段。 轻足将比分搬平,葛镇左路倒闭的同时送出低频悬传中,塞尔曼斯进去线上,左脚地射破门,罗尼果脚打入个人中抄手球。 第八十三分钟,轻足将比分反抄,普罗西要多细耍人行后,在禁区湖内,起脚远射破门。 第八十六分钟,华夏幸福贺乐金能王范公对主台判张文,出示第二张黄海。 但黄变异红被罚出场,胜足也通过此次变异球机会,扩带隐心欧视。 塞尔曼斯主打变异球直接退门,罗尼果脚完成了开外部。 最终前场比赛结束,深圳交战业主场分,一一路转机败和北华向幸福。 时隔七年再度在中插赛场去胜,中插手龙立场战败。 五支球队取得了连赛开门红。 取得次球队胜的卫美冠军上岗,凭借竞胜球温视暂击榜首。 三球完胜天海的恒大入居策席。 路转取胜的升班马,升足盘云第三。 同取一球小胜的鲁门和国欧并列第四。 复利和重训战品同击一分并列第六。 次球列代表山花垫底。 更多及时足球资讯。 欢迎关注头条号球冰足球。